好的,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生教育推出的2014年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家事辅导课程的基础部分。 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下节奏。 其实节奏啊,是我们播音创作基础这个内外部技巧当中的最后一部分了。 所以同学们啊,你们要知道自己现在所处的位置,自己所掌握的程度和我们这个课程更新和推进的阶段。 好,我们来看,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从哪几个方面对节奏进行阐释? 第一个是节奏的含义,也就是什么叫节奏,第二个是节奏有什么用,也就是节奏的作用。 第三个,节奏有哪些种类啊?我们称之为节奏的类型。 第四个是节奏的转换方式,也就是怎么变化,怎么运用节奏。 好,我们来看一下,节奏的含义啊,我们主要是从三个大的方面来解读。 第一个,节奏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生理和心理的统一,也就是说,你在心理感受的节奏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一致的。 同时呢,这里边它有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制约着这个节奏。 第二个我们要知道,慈海里边它是怎么解释节奏呢? 它说,音响运动的轻重缓急形式形成节奏,也就是说,节奏和轻重缓急,缓急也就是快慢呗,都有关系。 其中各音的实质和强弱不同形成节奏。 实质,也就是这个音发的时间长,时间短,强弱,发的重和轻,是吧? 它形成了节奏,这里边指出,应该需要强调的是什么呢? 声音节奏它包括轻重强弱和缓急实质。 我国古代啊,乐记上就这样说,它说,节奏,为或坐或止,坐则奏之,指则截之。 意思说的是什么呢? 它说,断连顿错,就是断开,连接上顿,停顿,是吧? 这个错,这个顿和错,它其实都表示不连续的这个意思啊。 它形成了节奏的要素。 那么现代的这个文学大师,郭沫若先生,在谈论到诗的节奏的时候呢, 他说,或者先亦后阳,或者先阳后亦,或者亦阳相见。 这都表现出了这个诗的节奏。 郭沫若所说的这个阳和异显然不是声音,单纯用实质就能所包含的了。 它里面更多的反映了声音的力的关系,表现的内容更加丰富了。 那么我们对声音的节奏要素,要做一个抽象的概括,可以看出来。 其实啊,我们要从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第一个是时间的节奏,第二个是力的节奏。 也就是节奏里面它包括的不是一个因素,而应该至少从两个方面去考虑。 第一个是时长,第二个是力量。 第三个我们要说的是,节奏是交替出现的,有一定规律的有序运动。 朱光潜先生他在谈到声音的节奏的时候,他说这样的一段话, 有段落才可以有起伏,有起伏才可以见节奏。 还说什么呢? 音波,就声音的音波始终单调一律,无节奏。 始终没有变化,它是没有节奏的,是吧? 轻重相见,见节奏。 有轻有重才能表现出节奏了。 这说明声音的节奏,它是指声音各种可以对比的成分,可比成分,有规律的,有秩序的进行运动。 这是我们从节奏的这个词和有关大师对这个概念的论述来产生一下节奏。 那么我们播音当中的节奏是什么呢? 在播音当中节奏应该是由全篇稿件生发出来的。 播音源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所造成的一阳顿错轻重缓急的声音形式的回缓往复。 所以这个概念我们简单从字面上理解一下。 节奏是一种回缓往复。 它是什么的回缓往复? 是一种声音形式的回缓往复。 这种声音形式的回缓往复是从哪来的? 是从整个稿件生发出来的。 是由播音源情感运动生发出来的。 所以这是我们播音当中的节奏的概念。 我再说一遍。 在播音中节奏应该是由全篇稿件生发出来的。 播音源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造成的一阳顿错轻重缓急的声音形式的回缓往复。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去把握这个概念。 正像我们在这个广义的谈节奏的时候强调的节奏啊。 它是主客观的统一。 它是心理和生理的统一。 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 也就是说声音运动的节奏它是有一个内心依据的。 你的心理是要有依据的。 那么我们在没有稿件凭借的时候,也就是在无稿播音的时候, 现实的事物啊,新闻事件会给我们一定的刺激。 那么就引发这个播音主体。 什么叫播音主体呢? 就是播音的这个人啊,播音员和主持人,他思想感情就会发生变化。 并且呢,他会出现那以不同的节奏的有声语言把它表现出来。 对吧? 但你遇到一个事儿它刺激你了,你肯定表现的形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当我们有文字稿件凭借的时候,进行播音的时候, 播音主体,也就是播音员主持人,他的思想感情的运动变化从哪来啊? 有稿的时候从哪来啊? 从稿件来,是吧? 所以我们这个概念里,他第一句就说了,是由全篇稿件生发出来的。 这个时候,稿件就是播音员主持人去把握这个节奏的主要的客观依据, 也就是你得从他而来,你的节奏得从他而来。 播音员主持人,他需要积极的主动的,能动的去接受你这个稿件的内容。 从这个稿件里,内容当中,获取你播音的一种刺激, 调动你的播奖愿望,使自己的思想感情处在一种积极的状态下, 这种状态是运动的,积极的运动状态。 所以产生生理节奏的适度变化, 才能够把握住内心生理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咱们前面提到的生理和心理的统一,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也就是说,产生生理节奏的适度变化, 唤起心理节奏的相应的变化。 情感真切,才能有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 这是我们前边都反反复复的强调, 内部技巧也在强调,外部技巧和内部技巧的关系也在强调。 那这个里边的波澜起伏的体验越精确, 也就是你感受到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越准确, 越丰富,我们在读出来的时候, 在行之余生这个过程, 它节奏表现的就越恰切, 这是这样的一个要注意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个主客观的统一, 要源自于稿件,这是你的波音依据。 下面我们要说的呢, 这个波音节奏啊, 它有一个外在的形式, 它这个外在形式呢, 就是我们刚才强调的, 在有声语言的语流当中的一扬顿挫, 轻重缓急。 波音节奏啊, 它是一种外在的形式, 是一种外部技巧, 是有声语言它各个成分之间的一种对比, 把这种对比组合起来, 它就成了节奏。 有声语言当中, 声音它有高有低, 有强有弱, 有快有慢, 有这个停顿, 有连接, 这些方面, 它是构成这个波音节奏的最基本的要素, 对吧? 它能够承接, 能够转换, 有主次关系, 有分合关系, 有对比等等等等, 它是从多方面, 多角度来阐释和表现这个节奏的存在的。 同时呢, 它又是有规律性的, 对吧? 所以下面我们就要说, 波音的节奏它是具有一定的声音形式的回环往复, 这个节奏它又具备一定的特点, 所以波音的节奏是有一定特点的声音形式的回环往复, 节奏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要素, 有序的组合在一起的一种律动, 这个回环往复啊, 它是节奏的核心, 所以你们杂乱无章的, 没有这个回环往复的这种状态的声音形式, 它不是节奏, 声音的形式, 多数性和相似性是回环往复的必要条件, 也就是要重复的出现, 而且要相似, 没有两个以上的具有相似特点的声音形式的呼应啊, 重复啊, 是没有节奏可言的, 这朱光潜先生说单一股节奏嘛, 所谓相似特点的声音形式是指, 比如说重点句, 重点层次, 这个段落相似的基本语气, 以及相似的语式的转换, 那么这个地方, 我给同学们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上节课讲了语气, 语气里边它说要避免固定腔调, 单一语式, 而节奏里边它又强调一种声音形式的回环往复, 你来思考这两点, 它冲突吗, 矛盾吗, 说的是一回事吗, 这个给同学们就做一个思考, 说一千到一万, 相似的, 类似的这种基本的语气, 相似的转换形式, 形成了一篇波音作品的回环往复的节奏, 从而呢, 节奏也被我们鲜明的表现出来了, 那么我们要说的是啊, 第四个点, 怎么去理解这个节奏, 节奏是由全篇稿件所生发出来的, 它立足的是整篇文章, 它是由播出目的和稿件的主题作为统领的, 而且它受到基调的制约, 这个基调就是整篇稿件, 你用一种什么样的感情色彩去播, 是吧, 一篇稿件的基本节奏, 它是相对稳定的, 而且具有自己的鲜明的特点和个性, 同时呢, 它又是有变化性的, 也就是说它是规整和个性有机的统一, 节奏的整体性, 它还要求你这个节奏的分布, 是有相关性的, 节奏的层次的发展, 是递进的, 是有规律可循的, 所以, 我们从这几个方面, 对节奏进行把握和阐释了, 我们再回顾一下, 节奏的概念到底是什么, 在播音当中, 节奏应该是由全篇稿件生发出来的, 立足于整篇稿件, 播音源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 所造成的异扬顿挫, 你的思想感情, 它是一个内心, 心理和生理之间的统一, 对吧, 轻重缓急的声音形式, 而且它是一个回环往复, 这个回环往复啊, 它是把各要素组合起来, 有一个相似性的出现, 所以在播音中, 节奏应该是由全篇稿件生发出来的, 播音源思想感情的波澜起伏, 所造成的异扬顿挫, 轻重缓急的声音形式的回环, 往复, 这个地方, 大家一定要把它理解透了, 好了, 这一课说到这里, 再见。